少爷你好好的继承人不作 为什么要跑来这家小公司面试 为了脱单 嗯 你很优秀 但是我提前跟你说一下 我们是刚成立的小公司 担心前三个月没有继承 别管了 我觉得还是坦诚一点 不然你来到发现 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你也会走的是吧 我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啊 现在 齐总 今天是温度36度啊 今晚都网上宣传了 公司刚成立 没那么多资金 能省就省吧 等会儿请你们吃血干 陈七七 你在创业啊 当年我们班就你说 要创业当女强人 现在我都当上经理了 你这个业怎么还在创吗 不是我说你 你创成这样 大夏天的一股味 谁愿意跟你合作呀 这样 我公司就在附近 要不去聊聊 我可以考虑给你的机会 你不会还在记恨 我当年抢你男朋友吧 好啊 有钱为什么不赚 想法不错 但是同学归同学 明天之前 先出一版详细的方案给我 没问题 齐总 这可是一周的工作量啊 以我们公司现在的背景 没资格跟客户提要扯 这个理念我不喜欢 重做 PPT颜色饱和度太高了 闪眼睛 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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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第十版了 客户还是不满意 齐总 你先回去休息吧 剩下的我来改 没事 你先下班吧 我再弄会 那你交给我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酒精力 这是第十一版 您看看 不好意思 我们对你的项目很不满意 这个项目 对别人吗 我就想问问 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 我是假方 我说不满意 就是不满意 不满意 为什么还用他的方案 少爷 这个方案的第一版 你就采用 怎么 想空手套白朗了 您怎么 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的吧 因为那本方案 是我跟七总一起改 我告诉 我最讨厌 白嫌别人劳动成果的人 你被开除了 你是这家公司的小林总 那你怎么还 七七 你真的认不出来我了吗 别哭了 你的罪悦 刚才我帮你教训他们了 你你是小胖 你怎么说这么多啊 因为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站在我喜欢的人面前 你当老师有什么钱 爸 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你打人了 陈老师 大鱼把天祈打了 把你们家长叫来 大鱼 谁先动的事 我呀 你为什么打我儿子 看他不爽 看他不爽 想打就打喽 你年纪轻轻的 还有点学生样子了 还看他不爽 想打就打 我现在看你不爽 我给你两巴掌啊 打我 来呀 你给你试试 大鱼爸爸 你先别激动 等会儿天祈家长来了 我会处理好的 这太恶劣了 我们交了那么多 文系费 不是让大鱼来受气 必须严肃处理 不仅要赔偿医药费 还要公开向大鱼道歉 儿子 儿子 没事吧 儿子 没事吧 既然家长都到了 我们聊一下孩子的事情 是你当我儿子 天祈妈妈 是天祈她 向总 你是 我叫孤军 您可能忘了前段时间 您公司项目的物流 送我承包了 后来在青年夜上 我还敬您酒了 那现在什么情况 你刚敬完我酒 你儿子转头就打我儿子 啊 没有没有 你两个孩子之间打打打打打 他就是故意的 正 你刚才不还是让我公开道歉 然后赔医药费吗 天祈妈妈 这事是天祈的 陈老师 误会误会 男孩子 打打打打打 还有可能成为哥们 是吧 下座 嗯 大鱼爸爸 这是霸凌 陈老师 你别说了 我们不追究了 那个小丑 不好意思 你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看看 多少钱 我们陪 还有你 赶紧陪你道歉 哎 你看这孩子 小丑 改天我去你那儿给你赔罪 回去好好管管你儿子 哎 天祈妈妈 虽然大鱼爸爸没有追究 但您平时也得注重一下天祈的教育 不能一味的纵容让他更似乎 你什么意思 你拐着弯 是我儿子没教养是吧 你不就是个补习班的老师吗 我交了费 我就是你的上帝 你还给我摆起谱来了 把你老板给我叫了 你为什么打我儿子 看他不说 想打就打喽 你什么意思 你拐着弯 是我儿子没教养是吧 把你老板给我叫来 哎呀 夏总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呀 天祈 您这脸怎么了 怎么了 你问他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天祈打的人就应该道歉 你看他说的什么话 夏总 他是个年轻人 不会说话 别生气 我先给您道歉 你刚才说 打人就应该道歉 那小子他就没动手吗 你看把我们家天祈打的 是天祈打人 就是我教的 我说了 只要有人敢欺负你 他就必须得双倍奉还 我给他顶着 我家天祈 从来就没有受过别人的欺负 是是是 夏总啊 说的最 这件事呢 是我们处理的不好 我要是今天不来 他就要按照我儿子的头 给那个小子道歉了 这也得给我们家天祈 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呢 还会让他的自尊心 严重受损 听见了没 赶紧道歉 给我道歉就算了 这样吧 你让他 当着大家伙的面 给我家天祈道个歉 欲人先欲行 我认为今天的处理方式没有错 如果还有这种情况发生 我还是会这样处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没做错 没事我先走了 你 夏总 您别生气啊 我这就把他开 陈七七 现在开始 你被开除了 不好好教书欲人 反倒是屈炎复始 阿谀奉承 颠倒黑白 这样的机构 我不稀罕 我自己会的 行啊 尽管走吧 我会让你明白 到底什么才是这个社会的黑白 陈董 我查到七七小姐工作的地方了 不过 他好像被开除了 开除 没车 不好好教书欲人 反倒是屈炎复始 阿谀奉承 颠倒黑白 我会让你明白 到底什么才是这个社会的黑白 你真离职了 你说你 来咱们机构补课的学生都是非富即贵的 人家也没拿咱们当老师 就把咱们当成看孩子的了 你非即是白脸的跟别人争啊 你又没什么背景 赚到钱不就好了 如果道歉那就是颠倒黑白 学生们看到会怎么想 我是干教育的 这要以身做死 你呀你 爸 带我去见见你们的创始人 我女儿受欺负了 我怎么都要给她出口气吧 走 赚总啊 这人呢 我已经开了 放心 我以后一定密切关注天奇身边的同学 绝对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 这还差不多 陈董 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你也来报培训班吗 你孩子多大了 这样 我请您吃个饭 给您推荐推荐 顺便呢 给您聊聊陈柏那个项目的事情 项总 听说你孩子被人欺负了 已经解决了 诶 陈董 你怎么问 我的孩子在这里也受气 我也是了 出气 诶 陈董 您的孩子是 陈七七 你还来干什么呀 我女朋友在这里 你随便有个理由 看起来 这个账 该怎么算 陈董 她是您女儿啊 哎呀 这原来七七 是您的女儿啊 难怪这教育质量这么高 真是虎父无权女啊 对对对对对 七七 你怎么不早说呢 闹这么大个误会 刚刚都是阿姨的错 阿姨跟你说对不起啊 阿姨你不是要让我真实说过的黑白 给 阿姨跟你说笑呢 哈哈 我们陈家的孩子 就没有受过欺负 今天开始 上连集团所有的项目都不会在与你合作 还有你 就不配搞教育 更不配开教育机构 以后 开一家 我就给你病荒一家 大哥 真的 真的 今天 好 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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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